我是工黨法國人 家喜家大廚的大廚 今天我來為大家做鹹的兩款法式顆粒餅 分別是柑橘圍和火腿芝士蕎麥圍 首先去兩個柑橘切開後炸成汁 採取一個柑橘,取皮 取一部分茄絲 蒸著鍋肉切塊 接下來製作餅皮 黃油放入鍋中融化 室溫下少少冷卻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混合雞蛋,牛奶,白砂糖 然後倒入黃油葉劑 攪勻後加入麵粉 注意要一邊裹曬一邊攪拌 直至秤棉護裝 然後附上保鮮膜冷藏兩個小時 中和勺勺拼麗果 加入黃油 融化後均勻塗抹在果底 冰洗去多餘的油份 倒入棉糊 轉動果子讓棉糊拼碳果底 形成一整均勻的薄餅 扁軟變成金黃色厚板面 加熱至冰皮扁絲 直接成三角的形狀 就可以盛出了 接著製作絞味汁 將白砂糖倒入熱鍋中 保持中火 煮成絞湯 倒入群肚酒 少一下 然後加入柑橘脂 柑橘皮和果肉 少少藥黃果子 使其均勻混合 紙碎柱脂濃稠後 加入黃油 待黃油融化 巧味料就完成了 將巧味料拎在餅皮上 煎乾具可麗餅就完成了 好 接下來做火腿芝色蕎麥味的可麗餅 先澆棉糊 混合雞蛋 牛奶 鹽 倒入冷卻後的黃油椰基 攪拌均勻 再加入巧麥粉 也同樣需要一邊裹筛一邊攪拌 直至麵糊狀 然後將黃油塊封入平地鍋中 中化後抹韻 吸取多餘的油份 倒入冷層後的麵糊 轉動果子 保持中火 先加熱單面 餅皮邊緣變色後 攪動色軸 翻面 在冰皮中間加入雞蛋 攪大火 加熱 至蛋白稍稍凝結 再攪小火 等蛋白熟透後 撒上瑰芽之石和法式火腿絲 再將冰皮的絲邊 向來直接 就可以盛出裝潘了 我們今天做的那兩款可麗冰 很常見 在法國很傳統 做的第一個 就這個簡乾巨味的 我們用法文叫 CREPE SUZETTE 然後第二個 我們做的 腳麥芝士火腿可麗冰 這個我們用法文叫 COMPLETE 在法國還有很多品種的可麗冰 很基礎的 就有黃油 白砂糖和檸檬汁的 這是很基本的 也有一些巧克力味的 在製作可麗冰有幾個點 要注意一點的 第一個就是 鍋要先預熱了 要中火預熱 然後你就放棉糊的時候 如果鍋不熱 你肯定會失敗的 第二個點就是 油的量 我們就用黃油來做 因為黃油比較香 但是要量不要太多了 加群杜酒的作用就是 因為群杜酒就是用橙子皮熬的 所以會給一個香味的 一個橙皮的香味 然後也是在味道這個方面 會帶來很多層次的